好 親愛的全國投資報 歡迎收看今天的金錢到 成交量變得比較低 大家都看到了 我們今天來講這件事情 以及大家的操作者 應該有了一個應對措施 好 那我們看幾個新聞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上一次的世界盃 市竹賽期間有證明到 金融市場的成交量會下滑 對不對 這個當然跟國際股市比較有關係 不過美國當然比較 沒有在看足球 他們在看自己的超級杯 他們的足球是橄欖球 但是在美國玩的資金 不是只有美國人 全世界的錢 實際上全球最多的運動人口 當然就是足球 台灣的感受沒有那麼強 因為台灣從小教育 被打很球 對不對 就是當然這個跟 台灣在接受世界的過程當中 多半接受美國的資訊有關 美國人就打籃球 那實際上 我覺得亞洲人打籃球先天就 打不贏西方人 所以 我也覺得 是不是要花那麼多錢發展籃球 當然這個 見仁見智的 我覺得 那我們就回頭來講這件事情 就是 還是有很多錢 在美國的錢 不是美國人對不對 也有什麼阿布達比 什麼來自歐洲的資金對不對 也有國的 或者是說一些英國 你說說 全球的幾大交易所裡面 很多錢也是繞過美國再轉 那這裡就說明一件事情 叫做什麼呢 就是說 你看到在美國買台電ADR的 它不見得一定是在美國當地的投資人 很多是海外的資金對不對 那麼成這樣下降 當然就是 造成整個市場就會比較 看起來比較沒有那麼活絡 今天當然影響到台灣 可是台灣我想 在這裡可能大家更注意的 很多投資人不是在想 該買什麼股票 可能在想 週末要去選誰 這就造成說分心調就是 市場上偶爾會有出現這種情形 市場上更關注一些事情 大概在差不多20幾年前的時候 如果大樂透連續5到8期共估的話 那麼接下來的一個禮拜 台股的成交會下降 你知道這個事情嗎 在2000年以後 當時確實有這樣子的統計 就是樂透連續共估不到幾期以後 成交會下降 這個就是說 市場有一個資金被分掉了 被分掉了 台灣比較不流行比特幣的 如果你去看很多其他的國家 在差不多1617的時候 那個時間很多成交是被比特幣分走的 這裡就是要告訴各位就是說 分心掉了 分心掉了以後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那股票是不是要跌 其實不是這樣 會被分心掉的資金 絕對不是控盤資金 那種人的資金是沒有辦法決定方向的 他只會決定形狀 什麼叫 我舉個例子 你從高雄要去台北對不對 你是不是可以坐高鐵 那你可不可以騎腳踏車 可以啊 只是比較慢道而已 那你就騎腳踏車沿著 看你怎麼走 浪漫的台三線對不對 慢慢走 慢慢走 你還是會到台北 對吧 所以就是比較慢 那你也可以開車 開車的話就是上高速公路 所以各種方法最終就是會到北方 那這裡要說的就是說 如果你的終點要到1萬5或1萬6 你最終還是會去到那邊的 但是你的走法可能會是 橫向整理再上 或是跳空而上 或是拉回甩盤再上等等之類 那現在來講這種東西就叫做 量縮整理 然後整完再上 所以大家應該怎麼辦 我認為 還是要把注意力放在股市 那當市場上的注意力被分散的時候 許多低檔股票的這個位置 也會被人家抄走 我舉一個例子來講 比方說這是艾普 你當時在這個時間點 可能會認為說 那這底部還沒有成形 他可能落後於其他的股票 那金星科已經漲到什麼地方了 創意都漲到什麼地方了 他才漲到這裡 所以別人家落後 所以你不選擇他 但當然你當時可能不選擇他對不對 可是從140慢慢慢慢飄到220 這時候你的問題來了 到底該不該下這個單 這就是告訴各位說 因為低檔的時候 他在低檔的時候 你會不知不覺被飄走 那個走勢是很不知不覺的 就你看那個K線可能不好看 流上影線或是跳空跳上跳下 今天跌明天漲怎麼樣 但是你下個禮拜回頭來看他 又漲一段了 所以我還是跟 其實跟各位講就是說 要進場 雖然亮縮但是你要進場 那只是說進的方法有分 我們就來講一下 這個亮縮的時候 你會被他抄走 那最有可能幾種情形就是說 指數在這邊橫盤 然後日級別的K值有沒有 高檔做一個死亡交叉 如果說KD做出高檔的死亡交叉 尤其在80幾 有90%以上不懂KD的人 他一定會告訴你 短線過熱要先拉回 對不對 那你就是買點了 就是因為對KD不很熟的人 他可能會認為說 高檔死亡交叉就是要拉回 這是一個最錯誤的觀念 那當然 我也沒有辦法跟你講什麼 對不對 所有的高點都是死亡交叉下來的 但是死亡交叉不見得是高點 在多方慣性當中 是不用死叉去找拉回的 那當然這個可能要有 好幾年的一個人生體悟 才能夠聽得懂我講什麼 事實上很多所謂的城市設計者 他們到現在 這個年代還在用高檔死亡交叉 當成賣點 那當然不是這樣子 這個 好 我們來講 比方說 未來來講 如果這邊出現一個拉回 對不對 照理來講 拉回應該有一個黑棒 股價就要拉回 但因為既現在這裡 準備要彎上來 所以你非常有可能 在拉回的過程當中 會不會進線擋住再上去 那也就是說這裡 變成是一個拉回再上 或是一個橫向震盪整理再上 我個人比較傾向於說 往上的過程當中 橫向震盪整理 開地以後拉上來 因為你在拉回的過程當中 會遇到一個狀況 美國股市有可能 再來給你一根長紅 那你那個時候就被接走了 所以我還是告訴各位 回廠內的是法人 不是閃戶 現在還是要回來 但市場上有一些投資人認為說 漲了2000點我追不下去 關於這個問題 是這樣子的 你現在看這個價位不習慣 你看14500 14000的那種不習慣 是因為你剛剛看到它 等到兩三天之後 還是這個價你就習慣 有人說2000點追不下去 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未來來講的話 要等這個死亡交叉 死差下來以後 死差不跌 就會出現第二次的買點 當然這對指數來講 因為你可以看到 現在的台子期 它是短線震盪很窄 它就很窄 很窄的狀況 很窄的狀況 代表說也不是很跌得下去 量縮本來也跌不怎麼下去 貴買的話我們看到 第一次出現了一個 有日落機會的K線 但這個日落如果不跌的話 也變中繼整理 因為照你來講 一個波段當中 至少會有一次假日落 一個波段當中 因為波段要走完 要至少走兩波 所以一定會至少帶有一次假日落 目前看起來的話 是第一次嘗試日落 所以這個還是站在買方 因為前面的高點在這裡 對不對 你已經轟上去了 這個拉回還會有一個買點 這裡我們就來看一下 該怎麼出發 首先我們來看到生技股 這個一定是主流 因為生技股有股票創新高 現在投資朋友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這一波來講的主流 你說什麼是主流 什麼是多方格局的主流 什麼是明年有機會上漲的股票 什麼是多方的股票 重點不是在於你這一波漲多少 而是在於你的位階 你如果把今年的高點越過了 而且第四季出來 看你營收都是好的 那麼我們市場 一定會這樣解讀 明年來講基本上 看你衰退多少而已 各個產業都沒有什麼前景 就是說大家想知道 明年到底比今年差多少 可是如果說很確定 它是成長的一個東西 那資金就會集中在那邊 你現在看起來的話 很明顯就是IP 對不對 因為IP是創新高 所以你創新高的股票一定就是 明年有機會當詛咒 可是有個問題 比方說我看金星科 它已經到這裡了 對不對 前面三個高點 去年三個高點在這裡 對不對 有的人就追不下去了 他認為說前高不會過 這個邏輯是錯的 為什麼是錯的 因為亮都在右邊 左邊這兩個風都沒有亮 對吧 這個其實是做頭失敗 準備要創高 但目前在這個時間點 很多人追不下去 他可能希望這邊整理一下 然後再拉上去 這個情形 就跟已經過去的創意一樣 創意它其實已經創新高 大家在等它有一個回測 過高之後的回測 對不對 過高之後 如果你能夠給我回測衝上去 看是要挑戰四位數還是怎麼樣 我們看到M31 M31 前高在這裡 對不對 當然前高有沒有過 但去年這個高點過了 所以我再講另外一個邏輯 這是保齡 有上去嗎 好 這裡邏輯很簡單 就是說這些主軸 是已經確定了多方 它已經確定了東西 它已經多方格局了 已經不是看營收而已 因為你看營收市場 有可能不反應你 也有人營收創新高 比方說窄版三雄 但它股價在低檔 現在IP出來是股價創新高 營收創新高 那就代表大家認同你明年的東西 所以我現在來講一個東西 就是說 這一波大盤已經有出現 真正多方格局的東西了 是有的 是有那個內容的 我們看一下 這個志勤他們 這就沒有話講對不對 這準備挑戰新高 好 這有一個問題 我剛剛跟過講 買不下去的時候怎麼辦 這個是少是落後的 你說看著保齡去買它 其實都還有高點對吧 今天就找到北極星 所以資金回來了 生計裡面沒有東西買 就買疊最深的對不對 長勝 這也是有營收的對不對 一個雙底打出來 在季線上面 所以我第一個講講什麼 就是說你不用擔心 現在沒有股票買 因為族群已經出來了 你會有位階比較低 或者說位階不是低 但整理過後要再起漲的 比方說上禮拜我跟各位講 你看 有人去敲這一根 這很怪吧 今天就上來了 有沒有 那個 有的人說生計會不會只是 選舉行情 這個就不用去解讀這麼多 想太多了 我們看一下裕龍 那裕龍我們看到這個月中的時候 曾經跟各位講 上禮拜一有創一個新高 好 注意一下 當時的這個裕龍期 在45塊一毛錢 46塊以下 對不對 好 那今天我們來看到 拉到這個地方來到54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 拉起來價格差很多 但是有一個重點 大家注意一下 這是11月 這是14號對不對 14號在這邊 這一根掌寧來這邊 那你會發現到 你如果這一天去追的話 1234等4天 昨天應該嚇死了 對不對 昨天應該嚇死了 因為你追到這一天的高點 到拉回這個位置 只要3% 個股期就嚇死了 個股期具備槓桿的效果 它是有風險的 對不對 它是有風險的 所以你一開始的時候 你一定不能夠 一筆就把它打滿 你比方說你這邊買三口 這邊再買三口 那還OK 假設你這邊買30口 拉回到這裡你就嚇死了 其實是有槓桿的 所以今天在攻上去的時候 我們看到 你如果能夠把拉回這個地方 好好做處理的話 今天是可以看到高點的 如果從這個現象 我們就可以證明一件事情 今天看起來很醜的K線 理論上具備下個禮拜 大賺的機會 因為昨天的玉龍就是最醜的 是不是很醜 拉回又亮縮 其實亮縮才好你知道嗎 所以最亮縮的那個點 就像現在大盤一樣 會浮現一個買點 這也就是說了 今天很多黑K 上影線的股票 破著地的股票 很醜的股票 在這個進場點 他具備下禮拜大賺的機會 所以要進場 要進場 跟著我們一起進場 找那種現行很醜的 就是你看不上眼的 留上影線的 你們老實說 高檔爆量出貨的 找那種股票 找那種股票 在亮縮的時候做進場 因為M3E在這裡 亮縮的時候 今天有創新高了 這個艾普就跟著上來 上禮拜也跟各位說過 只是他營收進不來 對不對 但有這個買盤 你難不准 說不定11月有機會 對不對 然後你看記憶體 那幾支都沒有跌 我知道你追不下去了 可是賺錢不是只有 追一種方法 現在我就開始跟各位講 這裡該怎麼做了 剛剛已經跟各位講過 族群是對的時候 你會有跟進的一個效應 跟進的效應的話 就什麼善加利用 像上禮拜我們看到深銳 精銳已經買不下手了 深銳還有機會吧 果然昨天跟各位預告 今天在跳空漲停 對不對 對吧 因為你邏輯一定是有出來的 就好像說你 就像保銳創新高以後 你才會去買保齡 是一樣的意思吧 你也是因為精銳創新高 你才會嘗試去買深銳 對吧 所以今天跳空漲停 有人說 老師又錯過了 對不對 那該怎麼辦 其實還有好幾檔安靜監控 也可以在這邊做進場 上禮拜我跟各位預告過了 今天那兩檔股票都供上來 所以提前部位來做進場的 上禮拜絕對還來得及 就像是你今天要進場 也絕對來得及一樣 會有新的股票 我們看到深銳供上去的 上禮拜我們跟各位講 這檔股票叫航特對不對 這是上禮拜我跟各位講 因為大家都知道要追深銳 但是你追不下手了 你還可以買航特吧 可以吧 這個沒有創新高 但這是一個N字上來 亮在右邊對不對 漲停板 對吧 所以我跟各位講 我知道你追不下去了 但賺錢不是只有追一種方法 對吧 確實做得到 成交也夠 價格又低 買個100張 對不對 不是只有追一種方法 你看人家股票跳空 那又如何 來不及了 但絕對買得到航特 今天就是漲停板 我這邊就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 真正能夠幫助你的老師 是能夠找到下一檔 你必須這麼做 你要能夠找到下一檔 好 我們看到雷虎續創新高 對不對 分盤交易既然能夠續創新高 其他的分盤交易股票 就要特別注意 特別注意 因為這個在兩天 目前盤面上有三檔五分鐘的 一檔雷虎 一檔保瑞 對不對 還有另外一檔 這三檔股票 如果能夠續攻的話 其實就可以開始 新三三的計畫 我們現在先進一段廣告 稍微現在回來 我們看一下 上禮拜五 另外一檔安全監控股 生態 今天一樣是攻上漲停 這裡其實說明一件事就是 族群擴散的效應很好 當然 現在目前上 市場上很多人在講這個東西 可是市場上真正有做到的 我想你要真的 你要真的有去參與 有一些觀眾朋友 他可能看到我們節目 三根紅棒 他隔天去追 這個就不是很好 因為這樣子的話 隔天可能會有出現一些震盪 對不對 其實這個輪動只要能夠抓到 但我不用說你每一天 每一檔股票都一定要攻到漲停 或怎麼樣 我們先設定一個禮拜目標 一到兩檔 其實我覺得大部分的投資朋友們 都有這個耐心對不對 像你今天很多股票 他拉回 IC設計 你在低檔區的 我舉個例子來講 比方說 我舉例來講 比方說像南電好了 南電你看 假設說你追在這一根 沒有說你錯了 對不對 但你確實有拉上去 三天之內你有賺錢 因為你這一天如果沒有買的話 這根你就買不到了 所以也不能夠說 追就一定不對 但如果你因為追這一天是不對的話 過去的一個月裡面 買點只有兩天而已 所以你一直講宰碗三 你第一時間沒有抓到的話 你等於後面都在做白工 對不對 可是你回頭過來想另外一件事情 我們來講一個60分鐘的級別 對不對 你現在60分鐘的級別 已經快要回到MSC的零軸了 你現在是不是快要回到零軸了 你快要回到零軸以後 這邊讓你再攻一次 他就有機會去挑戰前面的高點 因為你再怎麼說週級別 他是一根藏紅之後的什麼 多頭抵抗 但上個禮拜第一點 只要不跌破有沒有 他守在這個地方 他有機會中繼承你再往上攻這個位置 那這裡要講一個重點就是說 這就是時間上的問題 有些股票你看起來很肥 但實際上最好吃的就那麼一塊 像人家說一條魚 人家說那個什麼腮鞭肉對不對 最大那條鮪魚或什麼什麼上膚肉 你看日本那個節目 他說那個地方拉出來只有兩條 一百公克 結果那個地方最貴 剩下的一半斑 這個就好比說現在的股市一樣 很多股票它看起來真的很漂亮 但它真的好吃的就那一小塊 那投資大師怎麼辦呢 其實我覺得這也不是壞事 就好像是很多人問我說 老師現在怎麼辦 我覺得投資大師一定會告訴你說 底部進場然後什麼逢低暴 然後什麼怎麼樣 我倒覺得 很多低檔彈上來的股票 有賺先出一趟滿好的 對不對 很少市場上有投資大師這樣講 我覺得我說出大家心裡的話 先出一趟 因為你賺到最肥的那一段了 就好了換下一檔 今天滿多股票的 其實上禮拜五有 滿多股票可以買的 明天都可以先出一趟 好 那我們現在來講 像這些股票一樣 五天之內對不對 已經漲三根了 到週三之前一定會有一個震盪 你都可以先出一趟 今天生態三根長紅了 這是上禮拜五跟各位講的 能不能找到下一檔生態 這就重點了 當然是有機會的 因為盤面現在在輪動 像剛剛跟我講IC設計 這個什麼IC宅板 星星也是一樣的意思 對不對 你如果不是買到這兩根 過去的這幾二十天裡面 最好的就是這兩根 其他都不怎樣 你最在這裡隔天也容易被洗掉 你說你這裡沒有被洗掉嗎 如果美國沒有漲那個1000點 如果巴菲特沒有那個出手 你這裡很容易就洗掉了 你這邊出掉也沒有算錯 你有賺錢 你買在底部的話 因為這是第一個日出 可是你看 真正最肥的只有這兩個地方 你這裡在進場也沒有什麼肉 現在股市都這樣 都是看起來很好看有沒有 實際上最好吃的就那一塊 人家說什麼妖心肉 對不對 還有那什麼上蓋肉 你去吃那什麼叫布 不是對不對 別加牛排也是一樣 就吃牛排 上蓋肉對不對 一小塊 國的股票都一樣 你就要等下一次拉回來 在進場的時候了 好 那我跟各位講 底部很多股票的輪流要起漲 這個喬山 我們看到這一次的傳產股 都再創新高了 所以還是注重我先前講的 你創新高格局拉回 就是有機會再創新高 你之前看八方雲集 亞洲杖壽司對不對 很多人一定會以為說 電子股回來了 其他的都是跑龍套 對不對 這種就是你心中有偏見 對吧 明明最強的就是杖壽司 八貫對不對 比台電強多了 強不到幾倍 台電有創新高嗎 沒有 但他在人們的心目中 地位不一樣 那個漲停就沒什麼了不起 這個漲停才厲害 那我就沒辦法了 你可以把這種情懷用在選舉 對吧 你心中如果有一個 你的定見的話 那就是這樣 對不對 但股市這個東西 就漲跌論輸贏 那我們就 今天要講一個新族群 網通 注意一下 神準留一根上影線 那很多小傢伙就開始動了 你要看一下那個網通的有回來 而且網通的族群 上一波是過新高格局 對吧 是有機會創新高的 那又有一次新的機會 12月幣買股提前來做進場 新的3335 邏輯很簡單 其實股票做最好做的那一段 哪怕沒有三成 就算只有兩成對不對 連續做三檔其實也是超過60% 對不對 但你說股票你要報60% 60%來講 對不對 你說這個 創意從400讓你報到700好了 那 了不起也70%吧 對吧 你說你股票都要報到60% 那 還不如三檔股票做最好做的那一段 那我想跟各位說過了 每天都有新的族群 那上禮拜有預告像遊戲 對不對 那像這個安全監控 那今天都有一個跳空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到網通 還有一些新的族群 那做看大做小剛起掌的族群 跟著做街棒 好 我們禮拜二就帶各位進場 全新的333帶你上車 好好保護這個機會 謝謝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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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